退休工资要不要缴纳个人所得税 明确告诉大家可以吃一颗定心完了 不需要 不管你的退休工资是多少钱 三千五千还是一万两万 统统都不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 近些年来啊 我国老人的退休工资连续二十年上涨 有很多老人从最开始的一个月退休金就两三千 慢慢的呢 已经涨得超过五千超过六千了 这个时候呢就有很多人有这样的担心 因为我们知道咱们有个个人所得税 上班的人都清楚啊 你的月工资扣掉五显一金之后 如果还超过五千块的话呢 你是要被单位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的 所以很多退了休的老人就担心 说我将来这个退休工资要是超过五千 会不会被扣税呢 首先如果哪个老人的退休金真的超过了五千 我们得说一声祝贺啊 恭喜人家 你现在拿这个退休金 比很多上班的朋友们拿的都高啊 但是当然人家毕竟拼搏了一辈子 辛辛苦苦工作了几十年 也应当多拿点退休金啊 一养天年 我们特别告诉大家这个好消息 按照我国现行法律规定 社保基金每个月给你开这个工资 甭管多少钱 一分税都不用交 这就是国家送给广大退休老人的一个福利 但是当然 为什么这两年以来社会上老有传闻说退休金也要交这个个人所的税呢 诶 这里得给大家澄清一下 我们现在已经建成了现代化的养老体系 我们老年人退休并不仅靠着退休金 还有什么呢 比如说有些人有企业年金 比如说这两年以来呢 我们还推了一种叫个人养老金 什么叫个人养老金呢 就是你可以在各大商业银行开设这个个人养老金账户 每个月按照现行规定 最多可以存一千块人进去 一年可以存一万二 那几十年下来 这也是一笔不小的钱啊 而且你这个个人养老金呢 你可以委托商业银行或者自己啊 进行各种各样的投资 毕竟现在是个低利率的时代 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让自己的个人养老金保值增值 而且个人养老金在没有领取之前呢 是免税的不交税 但是当然了 你这毕竟是一种投资收益啊 跟咱们的这种国家的养老金不一样 所以我们特别告诉大家 国家的养老金是免税的 甭管多少钱都不交 而你这种个人养老金到你退休之后 你要给取出来的时候 那要交一个个人所得税 但是总体算上来哈 交的税很少 如果你真的建立了个人养老金 经过了几十年的投资 资产保值增值 实际上啊 是比你把钱留在自己手里 要省税的 所以大家明白没有 至少到目前为止 我们的国家发的养老金 甭管多少钱 也都不需要缴税 如果您真的 这个养老金已经超过5000了 那恭喜您可以有一个 非常优渥的晚年生活 当然了 咱们身边还有些这个 可能自律更老的老人哈 人家可能月退休金能达到 八千九千一万 他们可能此前就很高 所以他们也从来没有 缴过个人所得税 我们也希望每一个退休老人的 退休金啊 都能年年增长